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争议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中国对特朗普即将回归白宫的反应 这次并非像2016年那样措手不及 中国官员透露 他们早已为可能的第二个特朗普任期制定了策略和应对计划 随着特朗普的当选 特朗普的风格和政策重点对中国的影响变得更加明朗 中国在特朗普的第一任期中学到了许多 这让他们在面对未来可能的贸易战 外交挑战和科技竞争时能够更有准备 从经济策略到中东外交 中国都在积极调整 以应对特朗普可能带来的各种不确定性 然而尽管中国已经做好了准备 专家们仍然警告 特朗普政府可能会在国内外政策上推动更激进的议程 这可能会对中国的经济及外交造成重大影响 随着共和党在白宫和参议院的主导地位 未来的局势将更加复杂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当特朗普在2016年赢得美国总统选举时 北京和世界其他地方一样 对此都感到措手不及 那时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民主党的候选人 希拉里·克林顿身上 这位前国务卿对北京来说是一个熟悉的面孔 似乎他的胜利是板上钉钉的 然而随着特朗普的胜出 中国不得不迅速调整策略 最终通过他的女婿贾里德·库什纳 与特朗普建立联系 这一渠道后来带来了多种结果 如今 中国官员告诉南华早报 特朗普的回归不再是意外 因为中国早已做好准备 自春季以来 对可能的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应对策略 已经在讨论中 据一位负责研究的官员透露 顾问们已经撰写了如何应对这种结果的报告 同时也关注着世界首富埃隆马斯克的角色与影响 特斯拉和SpaceX的老板马斯克 出资超过1.2亿美元支持特朗普的竞选活动 且由于其在中国的业务 他与中国高层有着广泛接触 然而 目前尚不清楚 这位亿万富翁在新一届政府中将扮演何种角色 尽管特朗普的胜利预计 不会影响中国的整体经济方向 因为这已经考虑到了各种情景 但这可能会导致美国恢复把制造业拉回国内的策略 进一步升级贸易战 这将对中国的出口产品和实体经济造成障碍 据了解中国中东外交政策的人士称 中国可能需要调整其外交策略 因为特朗普对以色列的坚定支持 以及他在第一任期内将美国大使馆 从特拉维夫签至耶路撒冷的果敢举措 此外北京的雷达上也出现了可能加剧的军备竞赛 根据来自中国顶尖国际关系智库的研究人员透露 最近几个月 所有国内的顶尖国际关系智库都被要求向共产党领导层提交 有关特朗普和哈里斯可能内阁成员的报告 以及他们对中国的立场 研究的关键在于 他们会做什么 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南京大学国际研究学院执行院长朱峰认为 中国这次准备的更充分 因为从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中积累了知识和经验 经历了他的第一个任期后 我们对特朗普的风格和关注领域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这让我们准备的更充分 这其中的关键在于我们明白美国对中国的政策 不会回到从前的样子 中国清楚地认识到并接受了这一点 朱说 特朗普在2017年将中国列为美国的主要威胁之一 中美关系从贸易延伸到科技 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 紧张局势不断升级 朱峰指出 中国对美国政策的应对策略已经制定并保持一致 尽管美国对中国施加压力 北京仍然强调两国应该合作 全世界将面对一个新的美国 他将更加关注美国自身利益 朱峰补充道 中国需要理解一个更以美国为中心的华盛顿 将如何影响全球政治和经济动态 位于华盛顿的斯廷森中心东亚项目联合主任兼中国项目主任孙云表示 中国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受到了创伤 但这次他们制定了缓解预期损害的方法 然而不可能有足够的准备来应对这一切 现在共和党掌控白宫和参议院 国会可能会推动比拜登时期更远的议程 比如取消最惠国待遇以及对台湾的外交承认 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中国分析中心的中国政治研究员尼尔·托马斯指出 这次中国对特朗普的准备更加充分 习近平可能会针对特朗普偏好的交易方式 在印太地区寻求战略优势 他补充道 中国将试图通过高调支持经济全球化 将华盛顿框定为一个破坏力量 来分而置之美国的盟友和伙伴 在过去几年中 中美两国在经济、军事和外交领域各自建立了相应的联盟 特朗普执政下 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将是引导其脆弱的经济 通过他想要掀起的痛苦的关税战 托马斯表示 北京可能考虑在来年推出更强的刺激措施以支持增长 同时保持其长期专注于工业升级和技术自立的重点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奇奇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奇奇 谢奇奇 我同意特朗普的政策覆盖面很广 但这正是中国能够在这次准备中胜出的原因 特朗普的政策风格虽然不可预测 但他以往的交易艺术使得他其实也有可能成为一个可以谈判的对象 中国在过去几年中已经积累了足够的经验 知道如何在复杂的国际舞台上找到谈判的突破口 况且特朗普在美国国内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包括来自商界的压力 他也需要重新考量如何平衡对中国的政策 中国有能力利用这些内外因素 制定出更精细的外交策略 这也是一种机会 楚天书 这种策略无可厚非 但特朗普更青睐于单边主义的做法 这使得双边谈判的空间变小 你提到的交易艺术曾被用来加大对中国的关税压力 这对中美贸易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特朗普回归的话 或许会再次重启这种不对称的谈判方式 此外 特朗普的政策不仅仅是对中国的经济施压 他还有可能在科技封锁 军事竞赛等方面加大力度 这会对中国的长期发展构成更大的挑战 而且他的政策往往会引发盟友的跟随 这将使得中国面对更为复杂的国际环境 在这样的背景下 即便在谨慎准备 也难以应对所有挑战 谢琪琪 你提到了特朗普可能的单边主义政策 但这也是一把双刃剑 可能会激发其他国家的反感 甚至是内部的反对声音 比如 很多美国企业 已经对过高的关税政策表示不满 这在过去几年中逐渐显现出来 中国可以利用这种内部矛盾 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合作 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 同时 中国也在加强技术自给自足 发展自己的科技实力 以应对可能的封锁和制裁 历史已经多次证明 中国在面对挑战时能够花微危机 这次也不会例外 楚天书 我承认中国在技术自己自足方面的努力 但面对特朗普的强硬政策 这需要时间来落实 美国在全球市场中仍然具有巨大的影响力 不仅仅是经济 还有技术和军事领域 特朗普可能再次引发的政策变动 会在短期内对中国造成压力 你提到的内部反对声音虽然存在 但特朗普一向擅长利用民粹主义来巩固支持 这使得他的政策操作空间依然很大 此外 中国面对的不仅是美国 还有美国可能联合的其他盟友 即使中国能够化为危机 这次的挑战依然需要更长的时间和更大的努力去克服 中国对于特朗普的回归 这次显然做了充分的准备 这也是预料之中的事 毕竟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 中美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 对于中国来说 特朗普的政策风格已经不再是未知数 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已经在各个领域开始未与筹谋 比如在经济方面 预计将加大内需市场的刺激 这也是一个合理的应对策略 从历史上看 中国在面对不确定性时 总是能够展现出强大的适应能力和战略调整能力 比如在冷战时期 中国也曾在多重压力下稳步发展 这次中国一定能够在特朗普可能的再次当选中 找到新的机遇实现更大的发展 楚天书 你的乐观确实值得赞赏 但特朗普的回归将带来的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挑战 回顾上一次特朗普任期 他的政策不仅仅是针对经济 还影响了全球的外交和军事格局 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使得美中贸易关系紧张 显然这并不是中国单方面准备就能解决的问题 再看看他的外交政策 对以色列的支持使得中东地区形势更加复杂 这也对中国在中东的外交策略造成影响 中国虽然在准备 但面对特朗普的不可预测性和他的政策可能带来的国际影响 恐怕还是难以完全掌控局面 我是评委和李 我想对两位精彩的辩论做出评论 在这场辩论中 楚天书与谢琪琪展现了对特朗普政策潜在影响的不同视角 并提供了各自的观点和论据 楚天书的立场基于对中国适应能力和战略调整能力的信心 他认为中国可以通过增强内需加强谈判技巧 以及利用特朗普内部压力的机会来应对特朗普可能再次当选带来的挑战 他强调了中国在过去面对国际不确定性事的成功经验 并对未来持有乐观态度 这种积极的视角无疑激励了观众 也展示了中国在面对挑战时的任性 然而谢琪琪则提出了更为谨慎的观点 指出特朗普的政策不仅在经济领域 还会对中国的外交和军事策略造成影响 他强调特朗普的单边主义将使双边谈判的空间缩小 并可能引发更大的国际紧张局势 谢琪琪的论点深入剖析了特朗普的行为模式 及其可能引发的多重挑战 这使得他的观点相对更具现实意义 总体来看 楚天书的论点虽然展现了中国的潜力 但未能充分考虑到 特朗普的政策可能带来的短期冲击和不确定性 谢琪琪的观点则更为全面 考虑了特朗普政策对中国长期发展的多重影响 他对于特朗普以往行为的分析和对未来政策的预测 使他的论证更加立体 在这场辩论中 两位变手都展示了良好的思考能力与表达能力 但谢琪琪的观点在逻辑上更具说服力 因为他强调了特朗普政策的复杂性 及其对国寄居式的广泛影响 相较之下 楚天书的过度乐观忽略了许多不可预测的因素 这使得他的论证显得有些薄弱 总结来说 这场辩论不仅反映了中美关系的当前挑战 也引发了我们对未来国际局势的思考 两位变手的表现都值得肯定 希望在未来的讨论中 能够看到更深入的分析与更具建设性的对话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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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